撒班 撒加派的第四组 出家前名叫贝丹顿朱 公元1206年 25岁的他拜印度高僧为师 薛法出家 随后他拜多位印度和吐蕃的大学者为师 努力钻研诗学 韵律 医学和历法 被尊称为撒加班制达 简称撒班 意思是大学者 他是藏传佛教历史上 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撒班个性鲜明 非常自信 他讲述此早 无人匹敌 挑战者分支踏来 其中一位名叫 受到藏地各派的尊重 但蒙古人最初并没有选择撒班 当时藏区最有声望的宗教领袖 是另一位执掌两大教派的 只共赐金额仁波切 但金额仁波切当时已经65岁 他不愿或者不敢去梁州 转而向蒙古人推草班 扩端经过全行 决定邀请萨班前来梁州会谈 公元1243年 公元1243年 扩端以韩国名义颁发诏书 派驻守多达纳部将军为金字使者 携带自己的亲笔书信 前往后藏地区的萨加寺 当面邀请萨班前来梁州会谈 在信中扩端写道 往不辞道路艰难前来此处 若是你以年迈为借口不来 那么以前释迦牟尼 为利益众生做出的施舍牺牲又有多少 你难道不惧怕我依边地的法规 派遣大军前来追究 这是一封看似彬彬有礼 而实际上是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邀请书 从当时藏地各派的情况来看 萨加派虽然势力不如其他教派 可它是最早实行政教合一的地方势力 而其他教派更注重佛法的传承 并不看重现实的政治管理 历史很快就将证明 扩端选择萨加派的萨班进行会谈 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 面对军事力量强大的蒙古帝国 吐蕃各部自知无力抵抗 为了避免军事冲突带来的危害 和藏区更长远的发展 神明大义的萨班决定接受 扩端的邀请远赴两州 这一年萨班已经63岁了 萨班将后藏萨加派政教事务逐一托付 还带上了传人他的两个侄子 十岁的巴斯巴和六岁的恰纳多吉 此时的萨班或许还未曾预料到 他的梁州之行将会给吐蕃带来怎样的变化 而他的侄子巴斯巴也将从此启程 步入一代帝师的传奇命运 公元1244年春夏之交 萨班一行从萨加出发 竟拉萨前往河西走廊 前路急凶难料 萨班沿途走访西藏高僧大德和政教领袖 积极主动与各政治宗教派别相互交流 了解他们的立场观点 收集整理向蒙古韩国谈判的种种条件与意见 有些激进强硬的极端教派想阻止萨班前往梁州 为了说服他们 萨班在路上耽搁了很多时间 萨班一行跋山涉水 从西藏到青海穿过大草原 整整走了两年 才于公元1246年8月 翻越海拔三千多米的乌烧岭 进入河西走廊 来到了梁州 萨班抵达时 梁州归于蒙古韩国统治已二十余年 历经了战乱动荡之后的河西走廊 也正在渐渐恢复往昔的繁华景象 佛教的气息和僧侣的身影随处可见 毕竟这里曾是佛教进入中原的唯一通道 无数的高僧大德都曾在这里驻足 曾经是河西地区藏传佛教中心的梁州 让萨班感到了一种精神上的亲近感 但是他并没有立刻见到阔端 此时的阔端正在蒙古末北河林 参加他的哥哥贵游的大韩登基仪式 在萨班到梁州以前 吐蕃各教派的领袖们对世界的认识 还停留在吐蕃王朝与大唐王朝的时代 深入蒙古内部的萨班 成为藏人里比较全面了解蒙古的先驱者 他更加知晓了蒙古崛起后的天下大事 同时也开始思考如何在会谈中 为吐蕃争取到更多的利益 公元1247年1月 扩端从墨北河林回到梁州 毫无疑问 他对于和萨班的见面充满期待 虽然自己对于佛教并不太了解 但是为了准备这次会谈 他很早就请了几位藏族僧人 跟随在自己身边 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了一些藏族习俗 还有藏传佛教 第一眼看到萨班 身为王者的阔端还是被震撼了 眼前这位带着两个幼童的老者 锐智而胆定 不卑不亢 却充满尝意 阔端说 你带着如此年幼的八四八兄弟 与世从前来 是眷顾于我 此情无其能不知 他还开玩笑地问八四八 你害怕吗 少年八四八看着库端回答道 不怕 你的样子很凶猛 有点像我们庙里的护法神 不过护法神总是忽悠受苦受难的胜利 这番话给阔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他认为八四八是有悟性的 这样聪慧的孩子并不多见 据说 阔端还嘱咐八四八好好学经 将来可以当蒙古皇室的上师 阔端和萨班的交流很深入 这样的交流 为即将开始的会谈 打下了情感基础 同时 阔端也越来越多地领悟到了佛法的智慧